我还以为你八岁呢 我已经很久都没出家门了 你能不能陪我去江边 现在 太晚了 我以为你很勇敢呢 原来你也是个胆小鬼 你这样去啊 你还是回家吧 天那么黑 江边又没人 没人才好呢 你爸会着急的 急死他才好呢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呀 马上跟我回家去 不 你让他 你都十八岁了 不小了 怎么还像小孩子 你才像个小孩子呢 好吧 我们俩就站着 谁先动谁是小狗 半夜三更的 不要跑到这儿来 行了 可以回家了吧 我累了 歇会儿吧 我从来都没走过这么多的路 你不会在这儿坐一晚上吧 奇怪 看脸的胆子也蛮大的 我们一听到那种事 你就 我要是从这儿跳下去 你会救我吗 你说什么 我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想了好多种事吧 想来想去 还是从这儿跳下去最好 你让我带你到这儿来 就是想 在水里多好啊 多干净啊 你知道我不会淹死的 我会变成一条鱼 一条红色的鱼 有长长的尾巴 一直游啊 游啊 游到大海里 其实水里不好的 真的 冷得很 冰冷冰冷的 我要是真想死 我就不看了 我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自从我遇见你 我就不想死了 这就对了嘛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跟别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没人敢在我家里 大声说话还骂人 我也是让你们家那些人给气的 我们家的人真的把你的钟砸了 那还有假啊 砸了好多呢 你们家太不讲理了 那一定是阿来干 好吧 我来陪你 你 你不是要找我们家人算账吗 我跟你算 你拿什么陪啊 我爸爸有钱 别人要不给 我要他肯定给 我爸爸最怕我 你真的要陪个我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带我去你家 看那个钟坏成什么样了 行 看就看 那现在就去啊 现在 嗯 太晚了吧 再说你们家现在正在找你 要让你爸知道你在我们家 那还不吃了我 算了 还是先回家吧 等明天 哎 你去哪 看看吧 这就是你们家那些人干的 这些风筝都是你扎的吗 啊 你不是修表的吗 小时候我跟我爸爸学张风筝 学着玩 转大了